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BCC大家好 今天要玩什麼呢 沒有錯就像畫面上看到一樣 體驗伺服器有多了新的打野刀 可是它不是刀子喔 它是弓箭 太開心了 這代表什麼 射手打野要來囉 它比較厲害的被動就是 如果你對同一個目標持續造成傷害的話 最多可以提升到108點 再加上英雄短擊 乘以0.5點的傷害 所以我想到了勇的被動技能 咻咻咻咻咻 咻咻 如果連續射射射的話 我的攻擊力其實不是超級高的嗎 所以今天我要再體驗伺服器 使用勇來打野 好吧那希望這一把武器 不會讓我失望在菲尼克的測試周 這武器真的太棒了 本影片是有金剛直播 贊助播出 最近BBCC晚上7點到9點半 都會在金剛做直播 好吧那我們就直接進入 我們的傳說對決冒險吧 想到這個武器之前 想到菲尼克咻咻咻 就直接把凱撒 秒殺了之後呢 我第二隻英雄想到的就是勇 因為他的被動技能 真的是太OP了 你不但有權傳說對決 最遠的攻擊被動 而且呢你不覺得 在裝備搭配之後 這個被動技能 會變得非常可怕嗎 又是魔法傷害 又是物理傷害 簡直可以射的對手 不要不要的 莫拉直接從不來跟我單挑 我有紅藍buff 你覺得我會打輸你嗎 你覺得你的攻擊好像很高 可是我上了四級 我絕對不會踏出你邪惡的圈圈 莫拉就直接被我給收掉了 你一定會覺得說 BBCC 為什麼體驗伺服器 莫拉衝過來砍你 為什麼又有歐米切這隻英雄呢 啾米娜 和平娜 各位 體驗伺服器就是充滿著各式 大家想要玩自己的陣容 所以呢 我不小心把對面的圖倫給 BANG到飛上天了 真的是太開心了 我的運氣值 實在是太好了 我沒有點幸運這項能力 可是我不小心就射中人了 BBCC非常喜歡玩勇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大絕招 不但可以清兵 也可以拿來偷凱撒 有些很會玩的勇呢 都會算準時間 去偷對面的紅藍buff 不過BBCC並沒有這麼的熟練 所以我就是偶爾來 撿別人的頭而已 偶爾幫大家賺一個助攻 最近呢 使用菲尼克的勝率有一點點高 最近想要練新的英雄 你有什麼想練的新的英雄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讓我知道喔 最近BBCC迷上了一個新的遊戲 除了傳說對決以外 BBCC在玩荒野行動 最近真的覺得超好玩的 可是呢 因為BBCC才剛玩 所以目前我到現在 一場雞都吃不到 而且我等級才七級 超級可憐的 我覺得荒野行動很好玩的地方是 我都會不小心買很多 很奇怪的套裝 像我現在穿的就是泳裝 你不要覺得我是變態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好笑 如果你有玩荒野行動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留你的ID讓我知道 到時候我會加你好友 我們可以一起玩 但是你一定要看 原因跟我一起玩喔 大家就說好不好 好 這個時候BBCC就簡簡單單的 把這一條魔龍給收掉了 用打野好像有一點點簡單 因為對面的打野感覺 傻傻的 用打野呢 要怎麼克制用打野 不斷的去煩他 救命啊 救命 和平啊 各位 我只是想要和平而已 不要這個樣子 歐米傑加上莫拉 直接用一個大絕招 直接把我收掉了 超人要替我報仇嗎 加油啊超人 可是對面有一點點控場 超人你只要再撞一個頂 很好 你可以逃跑了 我覺得是打不贏的 因為對面會被控場 太調皮了吧 超人我覺得超人是 抓不到我的大絕招 咻 燕陽神社 好玩燕陽神社是別招 可是我覺得他有大絕招 我喜歡把他亂取名字 這一次就沒像上次運氣這麼好 直接收掉了別人 我們的圖倫 直接把對面的圖倫給收掉了之後 布布恰恰要使用永永連連看 因為我沒有玩菲尼克 所以我只能使用永來使用永連連看 大絕招的話 無聊也可以 射一下下手幣呢 能搶到意外的野怪喔 好吧 這個時候 沒有人要理我 而且對面的打野 也不知道跑去哪裡 利用這個U4 布恰恰趕快把這條魔龍給收下來 那這把武器在二階的打野弓的時候呢 他的被動一樣是疊被動的攻擊速度 也就是說你打到野怪之後 以前紅色的打野刀 是疊物理攻擊力對不對 那這一把打野刀呢 打敗野怪之後 你會疊攻擊速度 也就是說對一堆攻擊速度非常需要的英雄來說 真的是很厲害的武器啊 不過他好像也沒有限定遠程 才有那個射射射的技能 也就是說有些近戰 你想要這個技能的話也可以使用 最近我看到體驗伺服器 非常多不論是納克羅斯或是什麼什麼的打野 都在嘗試著把新的打野弓 那舊的打野弓呢 不知道到他的能力變成什麼 我只記得能力是變成全物理傷害 可是被動的話我忘記有沒有修改了 到時候再看一下跟大家分享 只是最近都是看到新的打野風弓 這個弓的造型也真的是做得非常帥 我真的覺得希望這把武器 真的趕快上市 我的菲尼克非常期待 不小心又射中莫拉莫拉直接殘血了 哦 哦 大家都追了過去 麥克斯鎖定了對面的莫拉 我是不是要過來幫幫補到一下 好吧 清掉了對面的 我來我來 BBCC射射射 直接又把對面的圖倫 射回溫泉塔去泡溫泉囉 聊天室留言66666 最近大家不知道到在忙什麼呢 還是你在玩什麼新的遊戲 也歡迎跟BBCC推薦一下 我因為我最近也在找很多好玩的新遊戲 好吧 這個時候持續的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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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隻靈魂鳥鳥 扔回家裡了 靈魂鳥鳥好像沒辦法回家 因為他本身就是野怪 好吧我沒有血 我不想被控場 我只要被控場 被莫拉一個途徑之後呢 就再也跑不掉了 這就是勇達野的宿命 如果你看到對面是勇達野的話 拜託 找你所有隊友 去把對面的勇達野給殺掉 因為勇在野區的防禦力 真的非常弱 你只要一技能沒有定到對面的話呢 你就會直接被送回溫泉塔喔 這是真的 連我菲尼克都不害勇達野 勇的精髓真的在於他的一技能 和他的大絕招到底有沒有設好 還有你的被動技能的運用 咻咻咻咻咻咻咻 有沒有抓到一個最大的距離 雖然每一隻英雄都非常強 不過其實 我覺得傳說對決就像我之前講的一樣 沒有爛英雄 只有你不會玩的英雄 像我最近在 網路上看到的文章是說 欸我用趙雲單排可以上S 你可以看到大家都說 趙雲好爛好爛 可是有愛的人 總是能把英雄發揮到最高 雖然 傳說對決這個遊戲的英雄平衡 還是沒有做得非常好 不過你可以看到就像 布布恰恰喜歡菲尼克一樣 就算大家說 菲尼克不是一線的英雄 但是我還是喜歡用他一樣 布布恰恰又把一個人 辯回家再把你這個機器人做成鋼鐵 哇 這個莫拉 來的真的是時候不然 對面的機器人 就要被圖倫辯回西天了 這個時候布布恰恰 我與心臟其實也跳得很快 撲通撲通的跳 因為 我以為我要死翹翹了 沒想到 我的臉色突然有一個暴擊嗎 還是我有看錯 哇真的是嚇死我 每次對面的莫拉 總是要給我這麼大的驚喜 這個時候繼續的打野怪 1047 好吧 這個時候鋼鐵長槍也出了 我出鋼鐵長槍的原因是 因為我很怕對面的莫拉加機械 一對物理傷害來貼我 所以我用利用被動 再利用被動的神功呢 可以很有效的直接把 鋼鐵長槍的被動疊滿 讓隊友可以造成更大的傷害 我自己 也會有更大的傷害 這個出裝是跟之前的 無血勇出裝一模一樣 如果你想要知道出裝的話 也可以點我那部影片去參考一下喔 你在我的影片裡面 搜尋無血勇就可以看到囉 好吧 那這個時候 喔 圖倫非常的勇敢 那BB恰恰也要勇敢一下了 我覺得勇達也可以發育的很快 可是呢 你想要幫隊友殺人的話 是比較有難度一點 你需要技巧非常高 你的一技能永遠要盯到別人 假如你沒有盯到別人的話 你的隊友可能會氣啵啵喔 喔 對面的機器人好像要衝過來了 好可怕喔 各位 和平一下好不好 射手戰沒有 發育起來之前呢 傷害真的都非常低 對面的機器人氣噗噗的衝了過來 看我的射射射射射 直接把你射回了家裡 耶~~ 真的超級開心的 BB恰恰非常喜歡玩射手 任何的射手都是BB恰恰的最愛 像每個人都會問我說 BB恰恰請問誰跟誰 我到底該買誰 首先你一定要清楚的知道 你究竟喜歡玩誰 你喜歡玩哪一個位置 你要先讓我知道啊 當然練你習慣的位置中 你去打排位會比較順一點 因為那個位置的走位 就是靠平常練習出來的 呂布被小丑丟了一個大絕招之後 好像沒有受什麼傷害 好吧 木勒他們又來了 大家都靠了過來 那我們先暫時撤退 勇的大絕招很有趣的一個地方是 你也可以利用他來探草叢 因為那個位置你也不知道 傳說對決沒有賣可以偵察視野的道具 所以有時候你不知道 那個草叢有沒有人 你就從那邊設一個大絕招過去 如果那個大絕招穿過草叢 就代表和平啦 和平很和平的草叢 你可以走過去 對面的機器人想要針對我 你看像BBCC沒有定到人 千萬不要怪我 因為我是玩體驗伺服器 操作還是有一點點不習慣 再請大家多多的包涵 用非常需要藍buff 因為不斷的刷新技能 利用我的被動技能把對手 射得不要不要的 我還記得以前我有分享過一套裝備 就是用使用寒冰法袍去打野 守塔超好用的裝備 我覺得最近也可以對菲尼克來使用 因為菲尼克有了很多新的裝備之後 我覺得可以需要一點點坦度 而且我覺得寒冰好用的地方是 他沒有限定近戰或是遠戰 都會給予一樣的效果 不知道這個技能未來會不會改 不過趁現在 如果你喜歡這種半坦型的射手的話 你也可以出出看 可以有效增加你的輸出能力 因為很多人也會問我說 請問一下BBCC 玩射手常常被對手抓得不要不要 究竟該怎麼辦 這個時候你可以嘗試把一些裝備 改變成半坦的裝備 雖然會降低你非常多的輸出 但是我覺得傳說對決這個遊戲 就是活得越久 輸出才會越多 你總不能每次進場就被融化 然後說我有射射射 你要活越久 你技能放得越多對面 才會被造成越多傷害 哇 我的大絕射歪了 對不起啊各位 我的大絕招射歪囉 我覺得勇是後期非常潛力的一隻英雄 是因為他的攻擊力會變得非常高 而且在有勇的隊伍的情況下 後期吃凱撒根本是有秒殺的 這個時候對面被我們打退招 你可以看到我就來試吃凱撒給你們看 咻咻咻 凱撒都還沒損到我任何的一點點的血 我就直接把他先砰到剩半條血 你就知道這把打野弓 究竟有多麼的OP 如果前面還有個坦克在前面替我坦的話 有可能連一滴的傷害都不用聊 我說血量 勇打野速度配合被動在後期的速度 你可以看到咻咻咻所有的野怪 幾乎都是被秒殺的 不論是魔龍苦龍或是凱撒 只要呢有隊友的情況下 很安全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把這些資源吃掉 雖然在後期打苦龍可能或魔龍沒有差別 可是有些隊友還沒有滿裝 你多少加減吃會比較好一點點啦 加減吃 傳說對決的小龍沒有像 喔喔喔喔對面的國安衝過來 沒有像英雄聯盟一樣 魔龍會有一些些特殊的屬性 所以呢 你打完他你就幫隊友基英德嘛 胡拉奧太太過馬路基基英英德 對我沒有講黃色笑話 我是講認真的 就是幫隊友的輔助基英德 因為輔助常常都沒有潛離 多幫他打一條魔龍 他可能內心會充滿萬分的感謝 對面 哇 我射歪 我兩招都射歪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個時候對面都沒有要來擋我們的意思 那BBCC就直接繼續的咻咻咻呢 這場其實主要是測試新的打野弓 我真的覺得新的風神打野弓 做得好像有一點點強喔 對於一些強化射手的坦克來說 需要依賴普攻的角色 真的非常強 尤其是在前期會戰的時候 他疊 他一開始是很低的攻擊 可是只要在普攻連續之後 會疊非常高的魔法傷害 而且呢 會戰等於說讓射手增加持續的輸出能力 我真的覺得這個武器設計的真的非常棒 希望官方趕快讓這個新的武器 趕快上市官方拜託我在等你喔 好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或是你覺得我可以做什麼更好玩的遊戲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喔 所有的留言我都會很認真的看過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拜託幫我點一下喜歡 或是把這部影片 分享給你最好的朋友 謝謝你看我的影片 希望你有個愉快的一天 好吧 那我來看一下我的傷害究竟有多少 燈燈燈殺了六個人 欸 欸 對面的悟空被殺到鍾離 被殺兩次就鍾離了 這也是體驗伺服器常發生的事情 團戰參與度非常高 傷害也非常高 好吧 那本影片是由 步步恰恰最愛的直播平台 金剛贊助播出 如果你喜歡看直播的話 也歡迎上金剛 上面有非常多有趣的實況主 每天都在上面直播 好吧 掰不